大家早安 有夠亮 早安台南 早安的家 想跟你們分享我昨天在純情百貨行 買的古桌 然後我想要穿這件去吃早餐 吃早餐 那方卡好 我們今天也穿阿蘭 香蘭啊 剛做阿蘭 香蘭的衣服 轉過去給他看 這件超好看的 我超喜歡這件 兩個沒帶凸鞋的人 只能穿飯店的凸鞋 吃早餐 坐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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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坐這兒 來坐這兒 好 坐這兒 就這樣 這是我點的西式早餐 然後配紅茶 然後我們點的是粥 還有附肉鬆跟 不是私木魚塊嗎 還有地瓜欸 好羨慕喔 我想吃你的 我建議大家如果是來 南方加入住的話 早餐都要點這個 吃木魚粥 真的很好吃 美式我就覺得很 很普通 不過照片上面看起來還不錯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上來的時候看起來這麼的 一般 吃木魚粥比較有特色 而且早餐吃熱熱的 對身體也比較好 我們坐的位置剛好看得到一個可愛的牌子 吃飽了 我們要回房間耍廢 11點在退房 我們 這次住的房間是有陽台的 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漂亮 漂亮 它這個吹風機的風 超級無名小 你們聽看看它的聲音 是不是感覺很美麗 是不是感覺很美麗 掰掰 早安大家 我們要check out了 好 那現在的話 我要騎機車然後去還 然後還完機車 我們要去吃午餐 掰掰 我還完機車了 然後現在要去吃午餐 今天的話 我們就都會開出行動 我今天穿的衣服 也是我昨天在香蘭買的 這個 然後它背後也有一樣的這個 然後是比較大的字 香蘭一家人 Q 第一次我們要來吃個醬 五米米糕 第一個步驟要先來這邊拿單子 在 電鍋旁邊拿單子 然後上面有菜單 看要吃什麼 然後寫在 白紙上面 好忙喔 頭皮跟 但我都要點 老黃因為覺得 東西都太便宜了 然後他寫了一大堆 寫了一大堆 寫了一大堆 他一直說 這個好便宜 這個好便宜 然後每個都要點 沒有這麼好便宜 我覺得很超級 啊就是很便宜啊 啊 好 好 不會 慢慢來 現在時間是 11點51 我們剛剛有時候坐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裡面太熱了 而且油煙味太重了 後來發現欸 因為他外面有味 所以我們現在坐在外面的位置 但是外面的位置 是露天 但是至少這邊有風來 吹起來比較涼 不會像裡面那麼悶 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位置 是這樣子的 我有三桌 今天天氣好好 真的感覺很舒服 我們的炒飯 還有荷包蛋 耶 終於來了 因為他這邊的客人很多 所以點家方式就是像剛剛那樣 寫在白紙上面 然後給店家 然後 因為他們也沒有做好 所以就變成說 比如說他要做這張單子 他會問說 是不是點 比如說 兩個米糕 兩個包蛋 一個炒飯 這樣 如果是你的 你就說是你的 他就會開始幫你做 這樣子 然後因為人比較多 所以真的需要等一下 我們大概等了 多久啊 20多分鐘吧 需要點時間 因為他們的水沒有很 謝謝 謝謝 我們點的這個是小米糕 這是什麼啊 你點的小菜喔 對 還有喔 這只是一部分 你點了多多啊 哥哥 等一下看了就知道 傻眼 我覺得他這個辣椒還蠻香的 但是也蠻辣的 這邊是日記吧 192 我給你買 好 欸大家 我們點了一整多的菜 不到兩百塊 菜給你們看 我們點了一個魚皮湯 燙青菜 兩顆荷包蛋 一個炒飯 然後還有很多的小菜 然後這個是小的米糕 跟一個 甘油條 這樣全部總共192塊而已 超級無敵便宜的 我們吃飽了 超級好吃 我們都覺得很好吃 而且很便宜 如果有來台灣 一定要來吃這一家 烏冰米糕 但是就是你要有 多的時間可以等啦 因為人真的是蠻多的 然後我們剛剛點的都沒有菜咧 米糕的話 我們是點小的 但是我們覺得有點不夠熟 所以我覺得可以點中的 或是大的 炒飯的話 也可以點大的 因為小的他份量其實也沒有很多 但是如果女生是小鳥味的話 比小的應該也是剛剛好 吃飽飯 又到了飯後甜點的時間 我要來買我上次鋪工的這一家 雙神綠豆沙牛奶 排隊排好多人 花綠豆沙牛奶 大的一個嗎 小的 小的一個就好 這個你的喔 謝謝 謝謝 耶我終於買到 雙神綠豆沙牛奶了 這次終於沒有鋪空了 棒棒 好 我們要來喝 我期待已久的雙神囉 等一下爆出來會不會殺我 會 我 你屬後鳥 喔 很好喝耶 你要不要喝 好好喝 好濃郁喔 還有加牛奶嗎 有啊有啊 來台南拜託要喝 我接下來要去的這家店名字我不會念 但是他是賣甜甜圈的 就是那種圓的甜甜圈然後裡面有內餡的 因為今天就要回台北了 然後我想要買幾個去給我朋友 然後這一間店他一個禮拜只有開四天 剛好今天禮拜一有開 然後這一間店在三樓 所以要走上來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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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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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奶油 因為奶油沒有包 嗯 你不知道巧克力 我們買了四個甜甜圈 我現在在國華街 要拿甜甜圈 去給 我的那個神秘友人 欸 他今天有上班嗎 他沒有耶 他沒有上班 喔好 應該不會 好 好謝謝 哈囉大家 結果我的神秘友人 他今天休假 他其實就是我上一支影片裡面有說 就是跟我要IG的那個店員啦 不過我是有傳訊息跟他講說 我有買甜甜圈然後放在他們店裡 這樣子然後請他過去拿 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離市區很遠 大概一小時的路程 ok 待會再讓你們知道說 我們 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要來的就是這裡 台南佐鎮化石園區 票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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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好酷喔 哇 酷爆了 酷壁 給大家看一下我拿了兩個 就是化石園區的 這個叫什麼東西啊 我剛剛問了一下工作人員 就是這邊的參觀東西要怎麼走 他說先跟著藍色的 再跟著紅色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走藍色的路線 第一站我們先來自然使教園區 喔有點酷耶這裡 怎麼那麼酷 一層一層的都不一樣 蛤蟆 蛤蟆 哇 嗚~~ 你有毛病是不是 魚是不是 鯨魚 這個是毛齒鯨 三樓這邊有很多的化石 看這個是鋸齒鯨牙齒耶 好可怕喔 我們剛剛已經放在一館了 然後現在要去二到五館參觀 下一館是故事館 故事館的話主要是介紹 佐鎮化石園區從五到五的一個過程 然後還會講一些西拉雅 西拉雅 西拉雅魔法族人的一些故事 我們現在要去第三館 生命演化館 哇 哇 哇 我愛吃 那是 我愛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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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來看一下 拍一張 拍一張 厚頭樓 他們都用頭去製造像 第四管是化石管 有 我們來到最後一管呢 第五管是探索管 不行吧 這是化石清修室耶 我們大概花了一個多小時把這邊逛完 其實我覺得這裡還蠻適合 爸爸媽媽那小孩子來的 這裡也算是台南一個很新的景點 如果沒有來過的話 也可以花一百塊來這邊逛逛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好玩的啊 就是你一百塊可以看到蠻多東西的 老洪一直心心念念著 南部的茶汁魔索 一直說想喝 好 我們剛剛在茶汁魔索買了一杯大杯的清茶 然後等一下要把這個甜甜圓給吃掉 我們買的是巧克力很快 然後它的表面就有很多的糖粉 然後把巧克力醬擠在裡面 我來吃囉 巧克力醬不會甜欸 是苦甜巧克力的那一種 還蠻好吃的 它麵包本身就是有糖粉一定會甜 但是它裡面巧克力沒有甜 所以吃起來不會蠻甜的 很好吃啊 You got me hien You got me thinkin I want over again Oh you been on my mind Lady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Baby you make me feel fine When you got your hand in my mind HELLO 大家 我們已經到台北了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我們玩台南的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給我一個讚 或者是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那如果你有任何推薦的台南美食 或者是隨便哪邊的美食都可以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或者是到我的IG 資訊我跟我聊聊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第一家我們要來吃的是這個 五明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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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拍那種顏色啊 很燙 五文箱 五記 五萬米糕 五万米糕 五萬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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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米糕